好各位曲波科技教室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曲波 今天是星期四晚上我们第一个阶段是科技问答的时间 上个礼拜有一些问题我们先看一下 上个礼拜呢第一个问题问到 可不可以用简单的语言解释一下这个Land Research 还有Applied Materials这两家公司的设备 那主要是做哪些产品 然后有什么差别 我这边简单讲一下这个半导体的制程 主要有五个步骤一个叫黄光围影 就是艾斯摩尔各位都很熟悉 主要是做这个黄光围影 再来是掺杂 掺杂就是把不同的原子 加一点点到细晶元里面叫掺杂 那么再来这个叫石科 石科就是把你不要的地方给吃掉 给化学反应去掉 那再来就是薄膜成长 就是长薄膜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第五个就是化学机械研磨CMP 那事实上 每一家半导体设备商 他们做的东西呢 各有各的优缺点 各有各的强项 但是呢 有很多也是互相重叠 就是你也有我也有 那譬如说这个黄光围影 就是所谓的深指外线跟极指外线的 这个曝光机 这个主要就是艾斯摩尔 艾斯摩尔比较集中 他们就是做这个黄光围影设备 还有检测设备 因为黄光围影做完之后需要检测 那其他的设备商就各有他的强项 譬如说这个Land Research 这个称为柯林研发 那这一间公司呢 这个柯林研发我有介绍过 这边有一个影片是介绍柯林研发 那他的东西 我还是带大家看一下下好了 这边各位看到呢 柯林研发第一个就是薄膜层机 所以他们有很多像CVD啊 PVD 还有这个原子层层机 ALD这些设备 第二个就是磁科 这个电浆石科就是干湿石科 把不要的地方去掉 反应离子石科 还有这种叫原子层石科 那再来就是清洗设备 就是把一些光组不要的给清洗掉 各位看这个就是在清洗 或者是涂光组 然后再来就是一些简单的量测设备 所以他的设备就是刚刚我们讲 那五种里面的其中两三种 那这个Apply Material 也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公司 那他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呢 跟刚刚一定有重叠 你看他有层机有没有 这就是薄膜层机 去除就是10颗 所以呢这个图形化 选择性制程 其实大同小异 所以各位会发现 这个就是选择性成绩 就是在你要成绩的地方成绩 所以很明显就是 这两间公司的设备 是有一些重叠 当然实际上 如果你去问晶圆厂的工程师 他就会告诉你 每一家的设备各有优缺点 所以最后呢 就是看公司决定用谁的产品 那再来是这个网友问我两家做电源管理IC的厂商 就是智芯跟茂达它的差别 我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功率元件呢 分成这个离扇型的功率元件 就是功率二极体跟功率电晶体 还有就是电源机体电路 电源机体电路主要有这个 低压降纹压器 LDO 电荷Bump ChargeBump 交换式纹压器 SwitchingRegulator 这些都是直流转直流的 那最后一个就是大家听过 电源管理机体电路 所以呢 这两间公司基本上都是在做这种电源IC 我们来看智芯 他呢 第一个就做OP 这个是放大器 再来做Switch 这个是类比的这种Switch 应该算是交换器 但是最重要的他做的是电源的DCDC 有没有 比如说各位有看到LDO这个字 有没有 这个刚刚我们才讲的 这个叫低压降纹压器 那另外就是这个PIMIC 电源管理IC 这个是Reset 重置IC 这个也是Switch 有没有看到这边有特别一个LDO 所以呢 他做的都是一些电源相关的元件 那重点是呢 他的这个去年的 这个EPS是25.45啦 各位知道去年因为IC缺货 记得哦 电源这种IC呢 比较容易更换 所以A公司没有 客户就跟B公司 B公司没有就跟C公司拿 所以我说过去年大缺货 所以呢 这些公司去年业绩特别好 你看哦 他2020年的业绩 其实也才12块而已 有没有 他去年特别好 那帽达的东西呢 如果你去看他的网站 你会发现大同小异 各位看左边 有没有看到 Converter 这个Buck Converter 跟Boost Converter 这都是直流转直流的 这个IC 然后Linear Regulator 就是线性吻压器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刚刚说的LDO 有没有看到 你打开来就看到LDO Switch跟刚刚一样 交换晶片 PIMIC 所以坦白说 他有audio的产品 然后有一些是电池管理的IC 那Vertige Supervisor 就是电压的监控IC 各位知道 我们的手机 会有一个电量显示的 这个功能 这就靠这个所谓的 真的没有 好吧 所以 还有Motor Driver 马达的驱动晶片 所以 其实这一间公司的东西 有一些 或者应该说大部分 两家公司是类似 但是也有一些些不一样 可是你看Motor 他去年的EPS是12块 前年也是6块而已 所以你看 去年几乎每一间都非常好 那 这边我简单结论 就是说 他们做的这种IC 其实都不算门槛很高 但是 因为 他们两间公司 其实过去也都是赚钱 所以 其实状况都不算差 只不过去年特别好 所以这两间公司 你从财务报表看起来 这个 智新 他的这个 比较会赚钱 这是事实 至少EPS就高 高贸达一倍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是这些公司 去年业绩特别好 这个不可能是常态 去年因为缺货 业绩特别好 那意思是说如果今年 明年不缺了 那客户会不会被原来的供应商拉回去 还是呢 会持续的用这两家的东西 这个就要看公司的竞争力 不管怎么说呢 这个 我认为 去年的这个高点 应该今年是很难发生 或者说今年要再成长 不会很大啦 所以要稍微留意的是这个 不容易成长啦 不一定说他会衰退 但是不容易成长 那再来是网友问到 奇力心这一间公司 奇力心他的产品 他的主要是做被动元件 第一个是功率元件用的 电感 然后这个是EMI 就是电池干扰的这一种 choke 这个应该是类似抑制 所以EMI这个也是 这个是射频在用的这一种 电感 然后还有这个 低温供烧陶瓷的射频的元件 射频的这个天线 所以呢 你会发现他主要是做 被动元件这一类的产品 这一间公司 他的那个 EPS大概四块多啦 去年 所以我个人觉得 他做的这种被动元件 算有一点门槛啦 比起那个 那个 曾经卖的那种 那种 晶片型的这种 电阻电容 算是比较有门槛的产品 那EPS 去年前三季四块 那 加上第四季大概也 五块多 接近六块 但是呢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他前年 也是做这个金额 所以去年呢 没什么成长 这个要特别留意一下 那再来是 网友问到 欧特明这一间公司 事实上我之前有介绍过 这一间公司 我待会贴在影片的下方 他呢 主要是在做这个 自动驾驶的系统 那 你看他的财报 就会发现 他过去都是 还在烧钱 毕竟他这个公司 算比较新 他基本上 1819到20年 都是负的EPS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的数字慢慢在收敛 所以意思是说 他应该是有找到一些 客户 开始有一些营收进来 不过呢 因为他做的东西是车用的东西 所以这个不容易啊 如果你对这个公司有兴趣 我的建议是可能要去房厂 了解他今年 接到哪些订单 那确定说 他是不是有机会 这个EPS转正 我看他今年有机会 因为他上半年0.41 下半年可能已经接近零了 就是接近要转正吧 所以我建议是你要去房厂了解 那产品的本身没有太大问题 因为他就是做这种 辨识系统的 那车用的这一种 相关什么环境影像啊 这一类的东西 他就是做A-DAS的系统 包含自动停车啦 无人趴车 然后这个自动驾驶 相关的这个影像 用影像感测器来做 车用市场这一块也不容易啦 所以看他的财报 感觉是有在 还有这个surround view 就是环境的影像 然后前方的这个A-DAS 相关的软体 那这一块因为每一家车厂 其实自己很多也都自己在做啦 所以其实蛮竞争的 所以应该是蛮辛苦的 各位可以去 房厂了解一下他的状况 再来我们看今天的这个问题 第一家是美达 美达这个公司 我必须老实说 他的技术底值是非常好的 那他做什么东西呢 他是在做半导体的测试机台 这种测试机台呢 他是在测试类比讯号的 这跟传统的数位四波器那种 测数位讯号的又不一样 他现在这一间公司做的是 类比讯号的测试设备 我刚刚说比较门槛低的是 数位讯号的测试设备 像台湾有一家叫Kroma Kroma的设备很有名 做得很好 以前我们实验室也都用这一家的 但是呢他的这个门槛就是比较低的 自骂是不是 我有点忘记 对对自骂 那再来门槛高一阶的 就是这个美达 美达做的这个东西呢 是类比的测试机 而且这种测试机呢 他是用在生产线上 所以呢我们 看一下这一间公司呢 你看哦 他过去从2017年到现在 有没有 他基本上都是赚钱的 而且最近有成长的趋势 因为有拿到一些比较大的客户订单 所以这间公司我是觉得 未来的前景是蛮好的 最近跌很多哦 各位有注意到他最近跌很多哦 所以这个 跌不是坏事 我觉得公司还是要看他未来的前景 那前景好的公司不怕他跌啊 那再来 美达做的这种设备呢 目前90%以上都是进口的 各位可以去查那个 在业界呢 做这种类比测试设备的 大概主要就两家外国的公司 90%都是 所以他是第一家台湾的公司 他光是把这些国外的设备给取代掉 我觉得这个市场 其实就吃下来就已经非常大了 对这间公司资本额也不大 所以应该是 非常有帮助的 那再来看到这个异光 异光呢 他做的是LED 相关的应用 他做的东西还蛮广的 那主要的产品有这么多 有这个可见光的LED 照明用的 我想我也曾经在 加勒福买过他们家的这个LED灯泡 再来就是红外线相关的产品 就是那种什么自动开关啊 感测器 然后再来就是sensor 这个是环境光感测器 接近感测器 color sensor 色彩的感测器 还有这种偶合元件 所以他做的东西蛮广 因为这些东西有一些像LED本身就可能毛利比较低 但是其他的元件 像这种感测器啊 偶合元件的毛利就比较高 所以这间公司呢 total你看从2015年来大概都可以赚4块 然后17到2020年的就掉下来 这一段大概是LED最辛苦的时候啦 今年又稍微好一些 这个状况不错啦 不过呢这个LED相关的产品的成长不容易 这个比较辛苦 再来网友问到万泰科 万泰科这个公司 他做的是线材 那像这种RF的coeso cable 就是同轴线 算是我猜这个毛利就是比较高的 那一般像这种线材呢 这个毛利都是低的 所以 看一下像这种街头 这一种大概毛利就普普啦 所以 你看一下他这个公司呢 大概 平均的毛利 EPS大概都在一块上下 所以 不容易啦 坦白说他做这个东西 不容易有太大的成长 那因为门槛也没有很高 除了那个 射频的线会 门槛稍微高一些以外 所以 成长性可能没有想象的好 不过呢 做这种东西 可以保持都是几乎都赚钱 也是不容易 再来网友问到这个 Skyworks Quovo 这些三家公司的社评 还有Block 有什么差别 我跟各位说 社评其实里面有很多元件 那这么多的元件呢 这每一家公司 各有他们强的元件 至于是强哪些 这个要花时间去查 你这样临时问 我也没办法列出来 那他们现在每一家都在做并购 就是因为希望 可以整 掌控整个射频元件 射频元件有很多 但是呢 如果你只 有其中一部分就很麻烦 因为未来的整个射频呢 会被装成一个模组出货给客户 我们来看一下射频有哪些元件 射频呢 主要就是从基频出来的 像传送器 类比的 数位类比的转换器 转成电磁波 高通率波器 功率放大器 双供器 天线开关 到天线出去 天线进来的讯号 经过天线开关 双供器 低杂讯放大器 降频混频器 低通率波器 然后呢 ADC转成数位讯号 类比数位转换器 最后再从数位接收器 收进来 那中间还有所谓的合成器 跟这个所谓的压控震荡器 向所回路 所以整个射频呢 是好多颗的IC 那SkyWars跟QuoVor跟QuadCon 甚至BlockCon呢 他们各有所长 但是各位要记得 在5G的世代呢 这些射频元件呢 会慢慢转换成 用模组的方式出货给客户 意思是说 以前呢 2G 3G 4G呢 这些射频元件呢 一颗一颗 都是由手机的 这一个组装厂 去兜出来的 所以像鸿海帮苹果代工 鸿海呢 就要用打件的方式 一颗一颗打上去 可是到5G之后呢 它这个射频越来越复杂 而且频率越来越多 对这个手机厂而言呢 要组装这么多射频 难度越来越高 所以呢 整个射频慢慢走向 用模组的方式出货 所以这个每一家公司 现在都是卯足了 近在并购 就是希望呢 自己可以掌握 这个所有射频的元件 你如果只有其中一两个 那其他要买别人的 这个当然 竞争力就不够 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问我 他们的差别 他们以前 其实每一家各有所长 但是现在的状况呢 他们都用整并的方式 让自己呢 可以做出 几乎所有射频的元件 差异就越来越小 那总而言之 最后呢 看竞争力 包含讯号的品质啊 这个价格啦 模组的大小啦 散热的特性啊 大概就是只能比这些东西 有机会我可能再拍个视频 来介绍这些不同的公司 大概的差别 再来网友问到封装分内部外部 没有错 内部封装主要就是打线 再来就是附金 附金就是晶片导过来 叫附金 那外部封装就非常多 譬如说他这边提到 球格阵列 这个叫BGA 那PGA叫做真格阵列 就是各位的CPU 一根一根真的 那除此之外 还有哪些封装 非常多啦 像QFP 这个称为四方封装 四方封装又有另外一种 叫QFN 非常多 封装的种类 其实随便写都有几十种 里面还有细分 各种不同的小的方法 还有像这个 DIP 这个叫两排直立式的封装 还有这个 TCP 这个胶带封装 所以用在显示器的这个驱动IC 然后有这个Chip on Glass Chip on Fit 所以我想封装的这个特性 总类非常的多 那现在还有先进封装 所以呢 现在台湾的封装厂主要是哪一种 其实这个很难讲 这个太多了 几乎这个大的封装厂 每一种封装都有在做 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说是一定是哪一种 那差别在于这个台积电呢 主要是做先进封装 所以我们讲过很多像什么Info Cowars Wafer on Wafer Chip on Wafer 这些都是属于这个 先进封装 这个是台积电的 那其他封装厂呢 几乎所有的封装都有做 那他这边提了一家公司 这是美国公司 那这间公司跟台湾封装厂有什么差别 我觉得应该就是 他会做比较先进的封装吧 坦白说啦 封装这种东西 台湾的厂商不会输人家很多啦 因为封装不是真的难到做不出来的东西啦 所以我觉得台厂跟他比不会差太多 这可能我要去确认一下 他的营收到底差多少 再来网友问到 电池缺货比晶片还严重 主要就是因为 那个现在大家都做电动车 又要除能电池 所以电池不够啦 材料又一直涨 对不对 请问电池对电动车重要 还是除能重要 答案当然是都重要啊 因为都需要大量的电池 记得就是电动车跟除能 一定是相辅相成 没有除能就不会有电动车 所以除能就一定要先满足嘛 所以再来电动车的需求 也是一直成长 所以这两个都重要 重要性是1比1啊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 没有除能就没有电动车 虽然现在看不出来 以后一定会看出来 现在没看出来 各位知道什么原因吗 因为现在呢 一栋大楼 你只看到一只两只电动桩 为什么呢 因为很少人开电动车啊 装一只两只就够啦 将来如果有一半的车子 是电动车的时候 这栋大楼就要装 二三十只电动桩 你就知道台湾 台湾的这个电力系统 是没有办法供电的 所以一定要除能电池 再来是网友问到 这个USB Type-C的线材 都需要一个 emaker IC 请问这个毛利高 好这个我下个礼拜 再稍微介绍这个 这个毛利还可以啦 下个礼拜我再找时间 我再找一些资料来介绍 再来一次 这次讲到群联跟心思科技 Synasys是在做这个EDA Tool 就是IC设计的软体的 那么EDA厂心思科技宣布 签合工程变更指令 解决方案 协助NAM的控制晶片 跟储存解决方案厂 群联实现 这个设计到签合 Design to sign off的运算能力 好没关系这个问得好 我要找一点资料 再来跟你解释 下礼拜再来介绍这个 再来网友问到 LCD OLED跟Mini LED三折的优缺点 好这可以讲一下 液晶事实上是被动 它本身不发光 需要背光 所以呢这个背光源 发出来的光呢 经过彩色绿光片 偏光片 液晶层 基本上呢 它的光源效率很低 你可以想象成就是 背光板发出来的光呢 80%都被挡掉了 只有20%露出来 这80%被吸收掉 就是浪费掉 所以液晶面板一定耗电 OLED呢 它是自发光 所以它的这个色彩饱和度高 颜色漂亮 但是呢 它也不省电 主要是因为OLED呢 它是organic 它是有机的化合物 所以它导电性本身也不好 所以呢 这个 也省电不到哪里 但是呢 它的这个 色彩饱和度高 所以眼睛看起来比较colorful 再来这个mini LED跟micro LED 这个是单晶的精力 一颗一颗去贴 贴成RGB 所以micro LED跟mini LED呢 这个是单晶的材料 它发光效率高 省电 那现在唯一的困难是巨量转移 这个不容易做 当然这三种显示器呢 micro LED主要是良率 还做不好 所以呢 单价高 这个巨量转移良率的问题 只要解决的话 这三种显示器一定是micro LED 最好 因为它是单晶 发光效率最高 最省电 而且呢 它的这个 看 你视觉上看到的那个色彩饱和度也好 台湾区块链有没有发展的可能 唉 不要再问这个区块链了 我老实说啦 区块链没有什么大用的东西啦 呃 台湾有 很多人想办法要推啦 但是两三年前 热了一阵之后 慢慢各位发现就冷掉了 主要的原因还是区块链分两块 一块就是链圈 找区块链的应用 但是区块链到底有什么用呢 我们前面拍了六集的节目好不好 你去看一下这六集 你先把六集看完吧 什么是区块链弄清楚 你就会发现呢 它唯一的用处就是 80%都是用在虎外行人做行销 因为大家不懂区块链就被你虎了 这个生意就做起来 20%呢 是地位平等做生意 那么这什么叫地位平等做生意呢 就是这个business model 呃 没有老大 或者老大不想当老大 这个时候呢 就用区块链 大家都想当老大的时候 用区块链 因为大家地位平等 另外一个是币圈 我跟各位说币圈 我讲过很多次了 他们呢 用各种炒作的手法 其实呢 大部分都是旁视骗局 那就是要你拿钱出来给他抬轿啦 就是要你去买币 赶快赶快去买币 币才会涨嘛 为什么 因为他手上持有一堆币啊 所以这个风险很高啦 我也不建议各位去碰这种东西 当然我知道有一些人碰了赚大钱 但是呢 记得 旁视骗局的重点就是呢 越早进去赚越多 越晚进去赚越少 最后进去是韭菜 所以呢 你要小心自己不要变韭菜 再来网友问到 前段制程大部分设备都是国外大厂 对 所谓前段制程就是那个电晶体的制程 因为 它都是先进制程的话呢 这个设备就是国外大厂 那有没有台厂做前段制程的设备 有 但是是成熟制程 台湾有做一些电江成长薄膜的 不过可能电江源是进口的啦 但总而言之 有人在做 但是 都是成熟制程 先进制程的真的没有 主要是因为先进制程设备 精密度很高 这个台湾的厂商还没有到那个水程度 那有这个厂商啦 但我要查一下 那中国在前段制程的设备 有啊 除了SLE还有哪些 有 大陆在这个制程设备上 投入的心力是远胜过台湾 因为他们被美国封杀 所以他们现在也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 不过呢 也是成熟制程 那总而言之就是 现在不管台湾大陆都一样啦 我们的前段制程 都是成熟制程的设备才有 先进制程的 没办法 再来网友问到光通讯外来的发展 其实主要就是5G啦 5G的基地台现在全部都是用光纤在建制通讯的 目前5G基地台建不差不多 也没有差不多啊 还在建啊 今年的5G基地台的成长率 这一两年应该成长率还是蛮高的 资料中心400G也在升级 他说升级缓慢 对啦 因为资料中心升级需要一些时间 那产业面未来可能跟太阳人一样变成产业 我跟各位说 我以前大这个博士班的实验室 就是光通讯实验室 那我们毕业那一年就是红海在推那个凤凰计划的那一年 反正最后的状况就是很惨 我只能说光通讯这个产业 就是做得很辛苦 不要说光通讯做得很辛苦 跟面板一样 跟太阳能一样 都做得很辛苦 所以我不敢说他会变产业 但是这个产业真的不容易赚钱 我只能这么说 你去看那个光通讯的很多公司到现在都是亏钱 你看去年前年光通讯业绩都很好 但是他们还是亏钱 所以这些做原件的公司 要生存不太容易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这个产业的特性就是这样 最后网友问到 2023年以后竞云代工产能利用率的问题 尤其是90奈米到130奈米 这个区段的产能最多 而且横跨12寸8寸厂 历经啊巨经啊联电啊 世界先进台积电 TowerJays以及中国竞云场都有 这个产能过剩 我跟各位说 2023到2024产能过剩是一定的 这个不用怀疑啊 我们昨天礼拜二的影片才介绍这个部分啊 你有空看一下 但是这里面呢台积电比较特别 因为他有一半是先进制程 而且他的先进制程还会成长 所以未来这个成熟制程产能过剩 主要是2024年了 2024年一定过剩 29座晶圆厂是2023年底才会盖好 陆续完工 上线生产 我觉得大概还要半年到一年 所以你抓2024 是肯定产能过剩 那会不会提早就要看整个状况 整个这个封城锁国的状况啊 因为疫情的状况啊 还有美中贸易战的状况啊 还有这个最近大陆疫情又起来了 对不对 又在封城 所以这个都会影响 但总而言之 未来各位真的不要幻想 这些成熟制程会 持续这样去年那样子 跟各位保证不可能啊 台积电算是好的 因为台积电 有先进制程撑腰 因为他现在先进制程没有竞争对手 不过我个人认为啦 当整个产业景气在 趋缓的时候 我觉得即使是台积电 也难免会受到影响啊 所以各位发现 最近台积电股价都涨不动啦 不过他还是好公司啦 我这样讲啦 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投资台积电 你就要把它当成是长期投资啦 我都是这样讲 好公司就可以长期投资嘛 他股价不涨没关系 你就领他的股意股息啊 就是这个想法 比你把钱放定存好一些嘛 再来讲到日本的曝光机 就是Nikon跟Canon 设备商是不是走下坡 什么是不是走下坡 这两家的 我已经忘了哪一家已经退出了 有一家已经 好像是Nikon已经退出了 Canon还剩一点点 这两家现在的市占率加起来 可能不到10%了 所以各位知道他们的故事吗 当初Nikon跟Canon 就是看不起晶圆代工厂 他觉得呢 这个IDM 就像Intel这种公司 才是他要服务的对象 所以当年啊 这个艾斯摩尔之所以成功 就是因为他陪着台积电 修改很多设备客制化 配合度非常高 所以呢 这个没想到后来 晶圆代工的产业 居然大红大纸 所以Nikon跟Canon 就错过了这个发展 非常可惜啦 这日本的公司 非常的这个传统 有的时候呢 转弯转的很慢 这个是造成他们 这个失败的原因 应用材料 ECD同导线是什么工艺 好 这个下礼拜再说 我们的时间到了 今天呢 我们的 科技导读要跟大家介绍 资料中心伺服器的新显学 就是资料处理器 DPU 为何成为处理器 大厂 兵家必争之地 我们首先介绍什么叫 智慧网路界面卡 SmithNIC 再来介绍各家厂商的资料处理器 发展的状况 Intel的就是这个 这个系列的 处理器 拿来做资料处理器 Rilins也有资料处理器 然后Blockon也有资料处理器 当然最有名的就是 辉达NVIDIA的这个Bluefield 然后再来是 Mavell也有资料处理器 这个另外有一家叫 Pensado这间公司呢 DSC25也是资料处理器 这间公司啊 最近被AMD给并购 那再来就是 这一间公司也有资料处理器 另外简单讲一下 中国大陆的 智慧网路界面卡 市场现在发展的状况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 科技问答到这边 那我们休息一分钟 就开始科技导读 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发表在影片的下方 我们再来讨论 谢谢大家 晚安 拜拜